小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来一大玩气欢乐秀 我是月月姐姐 今天月月姐姐要跟小朋友们一起去寻宝 就是我们今天的寻宝扭蛋 看我们的小猫咪这么开心 那这里面会是什么呢 我要先打开看一下 果然是寻宝扭蛋 我都打不开了 首先呢 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张大地图 哇 这个地图上有好多东西啊 我看到了 这里有医院 还有加油站 还有机场 等等的地方 那我们今天的扭蛋呢 寻宝的宝贝一定跟这个地图有关 你看 还有一些我们的交通标识 那这个扭蛋里面是什么呢 肯定是跟我们的城市有关的 那月月姐现在也不知道 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拆开 看一看里面会是什么吧 现在呢建筑也有了 还有我们路上很多的标识 就插我们的 这里面插出来的神奇小宝贝了 我看到了四个轮子 这是我们的小车车 哇 这个车车感觉好漂亮 好厉害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车呢 是一个绿色的小车 然后呢 有我们透明的玻璃 是一个月夜 看后面还可以有轮子 然后我们刚才已经尝试了一下 哇 跑到好远呢 好啦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辆车 我要把它停在我们的这个地方 嗯 嗯 那接下来会是 什么东西呢 是不是还是我们的小车呢 如果要是我们的小车的话 待会呢 月姐也要让他们 举行一个比赛 看看哪个是最厉害的 哦 一样先看到的呢 是我们的四个轮子 这次呢 是红色扭蛋里面的小车 是一个黄色的 黄色的 School Bus 也就是我们的小车啦 诶 看看是不是 也是非常的可爱 很漂亮呢 诶 看我们的小车呢 要坐的人数就比较多 所以它就更大一点 看它比我们的绿色的车要大一点呢 就可以乘坐更多的人啦 嗯 好 那我们把黄色的小车呢 暂时也放到这里吧 给你们两个做个伴 哦对了 我来试一下它的性能怎么样 哇 看起来也很棒呢 诶 那我们还有最后的这个扭蛋 最后的这个扭蛋会是什么呢 来看一看 当当当 啊 有车开咯 哦 一样还是一个车车 但是这个车车 月月姐姐就没有办法说它是什么颜色了 因为它的颜色呢非常的多 是一辆造型也不太一样的车 是一辆造型也不太一样的车 还看它的这个顶部呢 是 诶 这样的拱形的 也是非常的漂亮 我们来试一试它的性能 哦 哇 也太厉害了吧 那现在呢 我们已经拆出来了三辆小车车 一个是我们的绿色月野 然后是我们的黄色校车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花色的轿车 嗯 那接下来呢 月月姐姐要开着我的三辆车 到我的城市里面去转一转 嗯 那首先我要用这个花的 我觉得它最漂亮了 嗯 我先把这两个车呢 嗯 哦 对了对了 开车之前呢 我们先要加一下油 我让我的三辆车 滴滴滴滴 哦 找一找加油站 哦 在这里 嘿嘿 看到了吗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加油站的油了 好啦 我先给我绿色的小车车加一下油吧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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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 好啦 嗯 接下来是我的 这个小车 噔噔噔 啊 还有校车 噔噔噔噔噔噔 好啦 架完油之后呢 我要开着我的小车出去玩啦 那我首先要开着我的 这个花色的小车车 噔噔噔噔噔 哎呀 哎呀哎呀不行不行 不能鸣笛 你们看到了吗 我们的这个上面呢 写了禁止鸣笛 那我们就慢慢开过去吧 哦 往前走 哦 这里是一个什么呢 这里是人形横道 所以我们走这儿的时候呢 要非常小心 嗯 大家都在这里走路的 小心一点 哎呀 转个弯吧 哦 这里可是个红绿灯哦 要看我们的小车 要等 绿灯 啊 绿灯来了 快走快走快走 哦 嘞 哦 这个前面是一个路障 看来我的这辆 花色的小车已经不能开了 诶 那就叫上我的我们绿色月爷 还有黄色的校车出 maggono 本来月月姐姐想要把我的三辆小车 让他们比赛一下 看看谁是最厉害的 不过今天可能没有时间了 如果想看的小朋友们 一定要记得锁定我们的完全哈喽秀 一起来看我的小车车们的比赛 好了小朋友们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